明年元旦开始 一年义务翼上路 政府说义务翼只负责基础设施守备 但国军兵源大短缺 包括海陆空三军多个部队 边线比都跌破八成 义务翼就怕变成主战力 义务翼到主战部队去执行任务 不要说是有可能 一定会的 现在只剩下15万5千人 你主战部队只有60几 70几 怎么打仗 你有炮手 有装填手 有瞄准手 你没有射手 那搞什么 主战部队当然要满边 现在在学什么步枪 不如学这种持针飞弹 很清楚看得到 准备上战场了 政府说义务翼是去海岸守备履 民进党还说不会进京嘛 各界炮轰若民进党引爆战争 别说义务翼就怕全民都得送命 鬼扯蛋 海岸守备履 那就是主战单位啊 海岸守备履就是负责在贪案兼敌 就是在第一线讲白了要当炮灰的 那打起仗来 你认为有可能不会上战场吗 你没有当兵都要上战场 更何况你当兵 老是这样自欺欺人 老是这样骗选票 你看这次尾巴 哪有分尼斯和哈马斯你是平民 管你全部炸 那今天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你是自愿意 我打你自愿意 义无意招进来的我不打你 以色列军人死得多 还是以色列老百姓死得多 死了那一千多人 老百姓占八成 有助于缩短暂时动员的一个时效 强化社会的韧性 根据调查 有七成20到29岁的年轻人 不希望打仗 去年到今年9月 提前退役人数已经突破7600人 明年预算原额还要减少5412人 难道国金已经出现大逃命 一个中市是3万多块 找个乌鲁也不止3万多 那他干嘛要跟你干呢 军人很重要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那我要为中华民国而战 我不要为台独而战 那你明天讲这去打好了吗 这次台独去打好了 一堆志愿义不肯继续当兵 义务义被政府逼着当一年兵 蔡政府疯狂买武器 备战却不避战 若真开战 丧失生命的岂止是义务义 记者张佑茨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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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